《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这两天在洛杉矶呢 参加了一个大型中秋游园活动 跟网友们见了面 前面之前我煮了两锅爱叶带 一百来个 一个是洛杉矶这些天热气大 说这个爱草爱叶 清热解毒 这是出于心疼朋友们的原因 第二个是这个爱叶驱从辟邪 有些网友不说了嘛 这个大型公开场合 江峰老师露面要注意安全 这里面感人的事可多了 昨天前天 有一位网友就是担心 在我们的帐篷摊位附近 他转了好几圈 待了很长时间 不放心 不肯走 后来他先生等的实在是太久了 他只好过来跟我们的义工说 说我要先走了 你们要替我保护好江峰老师 哎呀 把我们的义工都给说掉眼泪了 还有两位铁粉牵着狗在附近转 后来他们指着一位拿相机拍照的大喊且说 江峰老师 那是你的人吗 我们观察他很久了 他老是偷拍你 要不是你的朋友 我们就放狗咬人 我一看 一家人一家人 那是一位摄影高手过来帮忙的 不过我一看呢 这两位热心的女粉丝 她们牵的那狗也不什么德国黑背 就是那种贵宾犬小金巴 就那么一点 放狗也咬不了啥人 开玩笑 虽反咱们那个爱业呀 第二个目的就是驱逐那些鬼魅王良 要真有坏人混进来 我看他们也过不了正义的网友这一关 也过不了这个什么贵宾犬小金巴这一关 当然了 我们还是有安排的了 这我们也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爱业弹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大家在这个轻松当中就重申了 咱们的共同的理念和态度 那就是那天煮鸡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 就是当鸡蛋和高强对抗的时候 我们站在鸡蛋一边 我们就是鸡蛋 两天活动真的出乎意料 这两锅鸡蛋 第一天活动还没结束呢 就全发光了 支持香港联农墙的签名一下子就签满了 第二天呢 干脆就把这个学校教室 整一块黑板物给搬过来了 结果又签满了 我倡议的那个问谁还未觉醒那时候 这原来是《悲惨世界》的一首英文歌嘛 它谱成了粤语版 咱们想把它改成一个国语版的歌词 好 传唱出去 那么当时活动就有数十篇这个应征的稿件 我是过了一遍 那都是才华横溢 这个激情冲天 很难选 最后我找了这个资深的电台报纸编辑 帮这个选出了四篇 最后呢 放在了活动上让大家评选 最后选出了最受欢迎的一篇 我也用那个歌词给现场的网友献唱 到时候呢 会做一些花絮 做一些花絮出来表达我们对香港的支持 再次感谢朋友们 我那也是招呼不周 我真没想到这么多的朋友到现场 还有从华盛顿DC坐飞机赶过来的一对长辈 哎呀 本来他们是很想来跟我多说几句话的 一看排队等着签名照相的那么多人就说了 说原来呀 江峰啊 我给你准备了好多话 可是不能让别人等啊 那就说一句吧 我们从你的节目中看到 希望 请你坚持坐下去 我们支持你 哎 是啊 不仅是这两位长辈啊 我知道几乎所有来见面的朋友 都是有很多的话要说 后来好多朋友陪我陪到好晚 这个整个活动都收场了 大家收桌子 收椅子了 还有好多的朋友跟着我在说这个说悄悄话呢 我更理解 就是那些 就是不仅仅是要对我说一些话 你知道吗 实际上是想表达一下 他们对在黑暗当中 在谎言当中的同胞们的悲悯 对当下时局的忧虑 对香港的孩子们的担心 那都是满满的为了这个国家的最真诚的爱 我也很感谢两天在现场帮忙的义工 他们跟大家一样都是喜欢江峰时刻 都有共同理念和善良的朋友 你们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美国国会开始上班 咱们说到今天的漫谈的这个主题上了 我前两期说过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回来之后 他们工作的首要议程 有一项就是通过香港的民主与人权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会通过吗 您知道吗 这个美国国会在历史上是很难对一个法案全票通过的 就算当年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已经对美国开战了 美国国会也不是全票通过对日本战争法案的 还有一票反对 但是前一阵子呢 就是今年五月份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9台湾保证法》 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承诺 通过这个决议案的时候 全票通过 说明什么问题 在对待中共的一系列涉及台湾的问题上 美国政界、精英、学者们高度一致 通过的关于台湾的两个决议案 是对中共的一次严重的警告 中共方面当然是反映就是 大家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什么 说美国违反了三个公报 美国又不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了 又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了 老调重谈 其实我们琢磨一下呀 多的不说 就看这个关键词 三个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怎么描述的呢 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 这是原话 什么意思呢 解读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两边的任何一方 大陆这边或者台湾这边 有任何一方不认对方跟自己是一个国家了 怎么办呢 你想 你们自己都不承认是一家人了 我美国还能把你们的手印给牵在一起吗 反正美国也不是街道办事处劝架的 对不对 美国就有理由不遵守公报中的一个中国原则了 这次有消息说 说川普 提出来这美国人购买的当年在这个清朝末年 盛宣淮签发的清朝铁路供债 那是清朝政府为这个湖光铁路做宝的国家供债 据说这些供债拿的人手里价值一万亿美元了 川普说要中共还 中共一着急 你知道他说什么 你找孙中山去 你找中华民国要去 中共可是一贯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那你想 你站着中国大陆 这大陆的房产证上写这土地属于中国 你就说这个是中共的了 那怎么别人拿着写着中国的欠条你又不认了呢 你就说欠条那就是中华民国的 那么就等于是从中共的嘴里承认了 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代表了吗 那你说还是一个中国吗 这不有俩了吗 你自己一个那边再来一个合法的 两个了 再说了 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说你的一部分欠了钱你不认 那除非你不认台湾是你的一部分 是不是 罗晋 所以你别说川普这总统 这老汉这一招你怎么招架呀 认了还钱 你不认 那就给只有一个中国这个所谓原则打脸 而且这还不是闹得玩的 朋友们 美国这个旧国在持有人打过两场官司的是一输一赢 这国在追讨起来是困难的 但是它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换句话说 是有一天可以有可能给你要的 您说了 那真来要了 你要不对限中国国债 那好嘛 那我也不还你买的美国国债了呗 你看 这事不是戏台上的一马戏呀 大家喝喝一乐就完了 它能成为中美对抗的一个现实的筹码 是有可能兑现的 有可能成为现实的 除了两岸必须先互相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之外 美国还清晰的表达它的一个立场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要武力统一台湾 那么美国对中共的这些承诺就都不算数了 所以严正警告中共 不要试图颠覆台湾的民主制度 这就是美国国会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我们用这个开端来说呢 因为它非常近似现在说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 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背景 你那是承认美国对台湾民主价值的承认 那这个是重申香港关系法的承诺 是在整个对中共目前的这个对抗态势下 咱们想 这个法案通过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几乎是肯定要通过的 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警告中共不要试图颠覆一国两制的承诺 扼杀香港的民主自由 那么美国国会将审议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个法案其实最早它是源于什么时候 是源于这个香港的雨伞运动 当时美国国会已经有动议了 但是这一次港府不是强推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吗 明确放出信号 这就表明了说香港的自由与自治 已经被快速的侵蚀了 那么也更严重的威胁到了美国 这美国在香港的公司办事处非常多的 还有其他国家也有大量的这个机构 在香港威胁了他们的安全与利益 那么我们注意到什么呢 林郑月娥是9月5号宣布了 将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 这很明显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方面在做日程上的调整 就是什么呢 叫见招拆招 她也没有什么提前的本事 就见招拆招 她看到美国国会马上要开始上班了 提前几天撤回修正条例 是不是想让美国国会缓和这个法案通过呢 但是香港民众没有放下抗争 明确告知国际社会 他们需要国际上的正义力量的实际援助 我们那天做的节目说了嘛 就是 撤了也不散了 而且西方领袖现在已经什么 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这些阴谋手段 就几天前 你想 她还策划说是放风了 说要推出紧急法了 然后紧接着当天晚上装甲车 就从香港街道开过了 你撤回条例还有什么诚意呀 美国如果被这个撤回条例这个假象蒙蔽 不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反制措施 让这个草案让这个提案在议会搁浅 这个拖延的话 中共一定会强化它对香港的血腥手段 这次议案的由美国国会还有行政当局 这个中国委员会跨党派议员共同提出的 得到了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和这个 参议长麦康奈尔的支持 实际上基本上是两党共识了 那么我们知道已经有香港政策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个香港人权法案提出来有什么用呢 这不是 会不会多此一语啊 实际上就跟刚才提到的这个 已经有了这个台湾关系法 那么后来为什么要去加强这个承诺呢 实际上现在这个香港人权法 就是原来那个政策法的什么 加强版和一个现实的操作版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简单回顾香港政策法 政策法它的核心呢 就是承认香港和中国不同 中国大陆是共产主义国家 人权、法制、经济制度跟国际社会差距太大 换句话说 大家是没法一起聊 香港呢 在漫长的殖民时代呀 它的经济制度上、法制上 就连人才培训上都是跟国际标准接轨的 那么现在当然了 咱们说除了这个 看来这个警察系统以外 这个有点丢人了 绝大多数公职啊 咱们说是没有喝过狼奶的 西方人呢 是认可香港现行的这个法制度和他们的这些人才 但是西方人呢 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讲法律的 什么事情都要有什么 都要有法律依据 不能说对香港说这事 我们觉得你中共这样不合适啊 咱们就采取什么手段了 它不是马上就这样的 它一定要有个法律依据在那里 因此呢 原来依据的只有香港政策法 香港政策法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 香港跟这个大陆不一样 因为这种不一样 所以美国愿意在这个投资、贸易呀 甚至包括人员的来往签证方面 给予区别对待 大陆的是大陆的一套 那么对香港呢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完全自由社会的一个待遇 我们过去说过哈 这个中共不是通过香港走私 军事等领域的高科技技术和产品吗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呀 对大陆这方面是封锁的 但它对香港是全面开放的 所以中共从香港偷这些科技产品 但是这个法案呢 这个政策法有个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就是没有对一旦这个法案 你说它这个决策 它这个依据是什么 就是香港跟大陆不同 它香港的自治为基础判断 那么如果是香港的这个自治被破坏了 怎么办呢 跟共产主义的体制大陆一个样了 怎么办呢 怎么惩罚呢 只有一条惩罚 就是终止这个政策法 就意味着你香港跟大陆内地的城市一样了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一刀切下去 美国人跟西方的企业 那个在香港的自由贸易 就全部都终止了 其实这在实际的操作中是很难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中共和它的这个傀儡 特区政府它做了个坏事情 它做了恶 却要全体的香港人民一起来承受 美国惩罚下的这种经济崩溃的代价 这也不公平啊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就在这种前提下 民主与人权法就可以出台了 它可以强化美国对香港自治状况的支持和监察 而且这个是什么 有时间限制的 那个时候就是不行就不行了 现在呢 我看你不行 我给你一点时间 你能不能改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美国国务卿每年要向国会提交报告 只有符合了一国两制的承诺 如果香港人的确获得了高度自治下的自由 我才能延续中港区别的这个待遇 这样就不会刚才说的 这一棒子打起来全打死了 就不会一下子说大家都没有退路了 香港死掉了 中共那边受惩罚了 最大的投资窗口给关掉了 权贵家族的利益泡汤了 这边呢 香港人失业了 遭难了 美国也受损失 所以呢 一年一份报告可以什么 时刻监管 你要像原来那样 像修订条例这样的 瞧瞧的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你来玩阴的 这就会受到美国的制约 你就不敢那么 那么明目张胆的 一步步的来侵蚀了 那么如果不一棒子打死 就要有操作性 对不对 要操作性很强的这种不同级别的制约手段 惩罚措施 既然不能一棒打死 那么分成两棒子打 三棒子打 不给打棒子 我点血 就这个意思 首先呢 中共不是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吗 美国和这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就说了 中共 你还是必须老老实实的把联合声明 从柜子里给我拿出来 放到桌面上 这是国际法 大家签了字的 联合国备案的 你不能说完成历史使命就给它封存了 再加上基本法 再加上国际人权公约 共同构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考察的依据 你说你要是违法了这三个法律怎么办呢 那么好 那么这个人权法案就可以授权 跟美国国务卿来列出侵犯人权 侵害香港自治权的这个官员和人士的清单 谁下的命令 谁做出这个决议 你干了什么事情 把它列出来 那么总统就可以下令把名单里的这个人呢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冻结 他们的个人甚至家庭成员的签证就可以撤销 这就避免了什么呢 避免原来说的这个香港政策法呀 它既可以惩罚中共 但是同时也会伤害全港市民 也会伤害美国企业和整个西方自由世界 在香港的利益 这种全面制裁的弊端 另外呢 它也可以针对官员 针对相关人士可以 精确打击 让他们必须为损害香港的自由与自治付出个人代价 这样才能够有利的什么 阻吓这些当权者 你想对香港使坏 你甭想拉的香港人民 绑架香港人民 绑架美国企业 所以呢 这样的法律的实施更加公平 就更加可以逞恶扬善嘛 中共外交部就说了 说你这个法案推动港独 这个观点我们其实也几句话就得说清楚了 所谓港独 哪来的呢 根本原因是什么 香港人丧失了对一国两制的信任 无法享有原来的基本人权 就想走了吗 离开了吗 你不想让我活 你还不让我走啊 难道要像你绑架14亿人一样的绑架我吗 那么好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就是让这个国际社会有效的 去监察这个一国两制的运用 可以阻止那种破坏香港人权的行为 那我们就想 如果在这种前提下 香港人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再建立 对现实制度的信任呢 而且可以有了充分的个人自由的空间嘛 既然这个有了高度自治下的完善法治 这是我们想的 港独的思潮啊 反过来它就不会有流行的土壤和条件了 换句话说 你不逼我死 我为什么要走呢 那么中共媒体喧嚣还说了什么 说这个美国呀 通过人权与民主法案来干涉香港事务 就是 因为香港事务说是中国内政 所以美国就是干涉香港 干涉中国内政 其实呢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美国国会通过 美国总统签署的是什么 是美国国内法 是美国法律 给予或者不给予刚才说的那个城市区别代言 就是说香港到底是不是跟中国内地城市一样 这个决定权是美国本身做出的选择 是它的主权范围内的 比如说吧 举个例子就说 你们国家现在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 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我们决定发出旅游警告 让我们的国民不去你那个污染区旅行 你就说了 那你这是干涉内政啊 这个中国的干涉内政这个逻辑 它就是反而来的 凡是让中共的执政者难堪的 就是外国势力插手 就是干涉内政 这是它的本质 换句话说 之所以有雾霾 就跟你们不让人来旅游有关系 那逻辑是反过来的嘛 污染区的老百姓居然敢上街 抗疫有雾霾 抗疫污染 就是因为你们外国势力操纵的结果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再说了 你说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是这个干涉内政 实际上我们知道人权本身就是什么 它是超越国界的 只要是人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 它都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 人权天赋嘛 不会说突然就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就希望说 我就喜欢受穷 我就喜欢饥饿 就哪个国家的人民就突然的盼望着别人说 把我自己嘴堵上 我不说话可高兴了 就盼望着说我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我愿意 其实咱们看香港人没有一样诉求是过分的 他们就是希望能像一个人一样能体面的吃饭 而不是狂妄无知的高喊要吃草 不过呢 就请记住 即便这14亿人都吃草 你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就是那些逼迫你们吃草的人 他们是要喝血的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见